好 手游酷玩 嗨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星星猴 今天咱们来继续 沼泽激战第17天 那么马上第二章就接近尾声了 这次咱们使用喷火器 看一看喷火器的能力究竟有多强啊 因为喷火器的话 它是一个需要附带灼烧需要玩了 那么开场还用一发 就让可以让大面积的这个敌人 进行一个燃烧 如果它的这个火焰抗性比较低 或者是血量比较低的这个怪物 那么它会瞬间就被烧掉一多半的血量了 那如果是比较坚挺的这个硬怪 那么它的这个血量掉的是比较慢的 那么这个火焰破烧器 对于地面的这个食人鱼攻击 并不是很奏效啊 所以说咱们需要利用这个限量枪来攻击 但远处出现了众多怪物 还是使用冰箱每一般吧 但很可惜冰箱的这个吃鸡不好 咱们为什么用烧火器呢 过去这个冰箱应该是白用了 不过还好啊 天空中这个无所谓 看到没这个这个冰箱冻完之后 咱们再用烧火器 那么它就会破掉身上的冰 反之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冰箱是单独配合我们这个限弹枪来使用的 下方这个食人鱼是真恶心的 它们这个血量还是挺厚的 咱们这个房子的尖刺 没法迅速的去干掉它 这个大怪是咱们之前的这个官邸的boss啊 那么它在作为第二章是这个二阶小怪出现了 仅次于最后这个文字boss 那我相信后续关卡也会多次出现它们的身影 会以这种小怪的这个小型精英怪的形式来出现了 那一起跟随胖纳书在这里进行死守 那咱们就不用烹火器了 用这个千弹枪迅速解决掉这个电锯松鼠啊 这个组合还是蛮有意思的 这个松鼠的两颗门牙加上电锯 这个松鼠电锯杀人狂 成功被胖纳书利用这个猎枪干掉 那这个空中类似于瓦斯弹的这个道具啊 那么它是属于吞掉咱们扔的一切的手雷 无论是燃烧瓶 手雷还有这个爆炸的这个土制炸弹 都会被它吃掉啊 并且它不会自爆 那么它会吃完就飞走啊 所以说对于这种怪出现的话 咱们还是选择利用武器先点掉它 但我发现咱们这个武器手雷什么的利用率还是比较低的 所以说这个怪没有什么太大威胁 游戏的话依然是五星评价 那么这个游戏对于来说 我感觉是非常好玩啊 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玩这类的卡通的横板的 这种死守类型的游戏啊 与这种塔房类型的不一样 死守类型咱们是只有一个塔 那塔房的话是一堆塔 然后等它们进攻啊 然后是自动出击 我觉得还是手动出击的打起来更爽一些 好的成功过关 那么下一期咱们也是准备进攻最后的一章了 这个最后一关 好那本期游戏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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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